音声留恋 独步眼亮 心有天留一点 问情可想 才能灭香 黄沙千丈 用我心还不可量 时间哀愁 无知无休 离散却别我来 依依从头 我愿伤藏 在我之后 让天下骨肉相伤 我心将往 欲语芬芳 爱恨如脱方的 爱香 我心将往 烛火之光 埋怨 阁外 荒芬芳 当天在上 黄歇所言字字是真 望大王 威后 彻查 你们各持一词 我怎样彻查 既然那夜明珠是在月公主的 针线篮子里被发现的 而那针线篮子是月公主和书公主 做完针线由绿罗送回各自房间的 除非威后以为这夜明珠 是书公主和绿罗放进去的 不然 那只能说明 在针线篮子交到绿罗手上之时 那夜明珠并没有在篮子里 针线篮子被送到月公主房间不久 威后便派人查抄了她的房间 找到了夜明珠 而这段时间 并没有人见到月公主回到过房间 那只能证明 这夜明珠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月公主 就算无人见到芈月曾回寝屋 并不等于她就没有回过寝屋 黄公子为芈月开脱心切 一味将脏水破到别人身上 黄歇有证人 芈衣也有证人 够了 黄公子 你到大王那里出手芈衣 可我听来听去 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 黄公子你脱不了干系 你身为明门后代太子半徒 竟敢不顾礼法 滥寻私情会乱宫廷诬陷好人 我怎能饶你 既然芈月偷了夜明珠 你拿不出其他证据证明不是芈月偷的 那我只好判你和芈月同罪 母后 母后明察 夜明珠之事 芈月实在是冤枉 事已至此 不必多言了 母后若要一意孤行责罚月儿 那就先责罚姝儿吧 此言何意 夜明珠本是姝儿拿的 什么 是姝妹你拿的 姝儿 你不要胡说 母后 大王 那日观赏夜明珠 众公主齐聚大殿 唯有月儿 因母后不允 所以不能前来观赏 姝儿实在是替月儿不平 苏已私自拿了宝贝想与她一同观赏 在次日与她做针线时 悄悄地放进了她的针线栏里 为何芈月对你所说这些 全然不知 姝儿之所以瞒着她 就是想给她一个意外之喜 谁知道 装下了这么大的祸端 胡扯八道 母后 姝儿句句是真 侍女绿罗可以作证 姝儿公主说的 的确都是实情 你们 你们 你们简直都昏了头了 事情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先前说 这夜明珠是被芈月公主盗走 人赃俱获 但太子裴都黄公子又出手公主芈英 说她栽赃降霍芈月 可到后来 这姝公主又跑出来 说众人都错了 这宝珠是她拿走的 这峰回路转的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自己人听清楚原委 知道是场误会 这外人听不清楚 还当这是一场笑话呢 事情没这么简单 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里 定有其他内情 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一个夜明珠弄得鸡飞狗跳 三个公主搅在是非当中 传出去 众口朔惊 不知道有多少南天的闲话等着 大楚国的面子往哪搁呀 哎呀算了吧 这大热天的搞得 人人都着急上火 夜明珠 臣妾不要了 就当是孝敬母后 依臣妾看 此事也不必再追究下去 何弃至想嘛 艾妃说得好 何弃至想 母后 依寡人之见 此事就此做爸爸 好啊 谢谢叔姐姐救我 月儿此生无以回报 你我说这话就生分了 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 可我就是不明白 我在宫中无权无事 并不招惹是非 怎么就成了有些人的眼中钉了 为何要处心积虑来害我 在那种情形下 母后肯定是真假难辨 气急之下听了小人之言 才险些酿成大错 但众人都愿替妹妹出头 可见妹妹的清白一望而至 月公主 其实除了淑公主替你着急以外 还有一个人比淑公主更着急 我知道 知道就好 又让你为我担心 我担心 岂止是担心 是怕你 我知道你被冤枉下来 我怕我不能救你 不能为你遮风避 坐下来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好好的 差点儿脚都没了 是啊 我若是没了双脚 如何洗衣做饭 不会照顾两个弟弟 还不如死了痛快 免得拖了他 这是什么话 你若没了双脚 我替你洗衣做饭 我帮你照顾弟弟 且不说没了双脚 退一万步 仅仅脸上一个稻子 就会吓跑所有人 那就让他们退避三射 我在这里陪你 你真不嫌弃我 丑恋不堪了 无论何时何地 何种情景 你在我心里都是冒我的话 我哪有那么好 你的好 你的好只有我知道 我黄蝎不求人家 只求你我心里降低 看你又来了 不理你 你不理我 我还是要理你 你这又是何谈 命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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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晕 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别跟我吞吞吐吐的 那日黄蝎诬告婴儿 婴儿的确委屈 那日事情真相如何 你我都该心里有数 算了 我也不打算追究了 只是希望你今后做事 不要再自作聪明 母后说的是 是 婴儿 你过来 自小你在我身边长大 你跟我说老实话 你跟黄蝎到底怎么回事 那黄蝎 看得出你对黄蝎有情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黄蝎乃是人中龙凤 你若对她有情 并非是你的不是 母后做主 提起黄蝎 婴儿心中好痛 你也是个伶俐的女子 明明知道黄蝎对芈月有情 为何痴心不改 那是因为芈月蓄意蛊惑 若没有她 黄蝎自然心意就转了 男女之间讲的还是缘分 你和黄蝎是否有缘 还要看你以后的座位 母后代婴儿情意深重 婴儿早已经把母后 当成自己的娘亲 话说到这份上 我就让你留意一下 你那叔妹妹 她天性纯良 亦被人诱骗 芈月心思诡秘 经常在她身边 弄不好就把她带坏了 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凡事多留个心眼 母后的话 婴儿记下了 秦王匆匆离开影都 只怕是骑虎难下 指南而退了 当日寡人想用那丑雏娘 给秦王个难堪 谁料想那秦王竟然顺水推舟 得知她弄假成真 要去除娘时 让寡人着实尴尬了一下 现在好了 解围了 秦王求亲 建制六国结盟 合纵在即 诸国当中 赵国 燕国 齐国 都有与我大处联姻之心 大王不妨在这些君王当中 与公主挑选一位家序 提起联姻 眼下除了秦王 其他五国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大王不妨暂时与秦王周旋 这也是一种策略 谁讲诸国只是嘴上说说 昨日魏国的使者 已经抵达印都 给大王带来了诚意 什么诚意 美人 魏国角色美人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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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不得会沾了你的晦气 真是愚不可及 你竟然辱骂我 我也是适才刚刚察觉 我与黄公子 真是天造地设 情投意合 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 你曾说过 你对黄公子根本无异 那是无异 此刻却有了 你能如何 你竟然言而无信 殷姐姐对芈月恩声会众 芈月只好食言了 你 你给我站住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这就去找黄公子啊 站住 你别老笑啊 你快说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对她说 我与你情投意合 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 你可不知道 当是芈月气的那模样 你说你跟我情投意合 对啊 我就这么对她说的 玉儿 你可终于明白我了 你可终于明白我了 我早就明白了 你对我好 让有些人看得眼红 气得肚子疼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了 我对你的一片点 我对你的一片点 好了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真知道了 说说 你知道什么了 我已经想好了 过些时日 我就请屈子去大王处替我求亲 一旦大王允诺 我就筹划准备 迎你入门 好不好 你老笑什么呀 告诉我 好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不好 拜见母后 拜见母后 这是怎么了 禀报母后 银儿要告发奸命之人 出什么事了 起来 慢慢说 母后 有人要害姝妹妹 谁这么胆大妄为 就是那个芈月 不久以前 那芈月偷跑出宫 去见秦王 并主动替秦王传递书信 鼓动诱惑姝妹妹 与秦王私定终身 此事重大不可信口雌黄 银儿有证据 银儿曾见到 姝妹妹手中有一块方筋 那是秦王赠给姝妹妹的定情之物 你们若不把姝公主那日出宫的行踪给我说清楚 我定让你们一个个生不如死 为何饶命 想活命的 讲实话 那日奴婢们在织房门外等着公主 姝公主只跟绿罗姐姐一个人交代了几句 绿罗 威后明察 那日奴婢并没有随姝公主和月公主进织房 把这贱婢拉下去乱棍打死 威后饶命 那日姝公主进织房前 跟奴婢说让在门口等着 奴婢并没有见他们从门口出来 想必是从后门出去了 奴婢对他们的行踪 确实不清楚啊 永相令 这个贱婢不见皮开肉绽 她是不会讲实话的 威后放心 带走 威后饶命 奴婢真的不清楚 奴婢真的不知道 威后饶命 禀报卫后 果然在淑公主的庄霞里 找到了一块男子方巾 看看你们做的好事 让我颜面全无 母后息怒 身为女子 幼从妇嫁从夫老从子 你是楚国嫡公主 怎可不顾羞耻 自将身份对秦王趋于迎合勉强已救之 自想 我就把你当作掌上瓶珠 锦衣玉食 只望有一日你能嫁个好夫君 你倒好 自甘堕落 自辱勾取 真是气死我了 威后错怪恕姐姐了 那秦王有情有义 那日恕姐姐出宫 碰上月人行凶 若不是秦王拔剑相助 就几乎丢了性命 姐姐对她也只是清末而已 并无苟且之事 芈月 你给我放规矩点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就猴急着跳了出来 姝儿向来循规蹈矩 对我的话言听计错 这事要没有你这个贱人 在中间作怪 她绝不会一意孤心误入歧途 母后明察 此事与月妹妹并无干系 我心里明镜似的 芈月年纪虽小 但她卑劣 龌龊 寡连 贤持 不是她的挑算 你怎敢与秦王私定终身 母后该知道 秦王已向大王请婚联姻 要迎娶姝儿 也得到了大王的首肯 你不要一厢情愿 大王答应的 只是把那个丑厨娘 嫁给秦王绝非是你 何况我也听说 那秦王得知丑厨娘的真相 以仓皇离开颖都 秦王是向嫡公主敏姝求婚 大王用雏娘顶报 此举非君子所为 君无戏眼 既然大王 答应要将嫡公主 嫁与秦王 就应该兑现诺言 既然秦王 承诺要娶嫡公主 她就一定会回颖都的 你给我闭嘴 姝儿 你何苦执迷不悟 秦王官夫伶仃 若拿他与赵侯庸相比 无论相貌人贫 那是天地之别 那赵侯庸也是失了先王后的 灵定官夫能差多远 好个芈月 你竟敢当众顶撞我 从你投胎出世就是我的克星 我一向对你宽宏大量 你却恩将仇报 这次我定饶不了你 淑姐姐与秦王 你请我怨 魏后若真心疼淑姐姐 就应该成全他们 闭嘴 来人 把芈月给我拖下去 仗则二十 关起来 是 你就算打死我 我还是要说真话 放开 放开 母后 母后 你饶了岳妹妹吧 母后 姝儿再也不敢了 你告饶告得太晚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 从今日起 姝公主禁足高堂台 你们要是胆敢放她出去 或传递私信 当即障毙 母后 是 此事我主意一定由不得 你马上回你的寝宫面壁思过 绿罗已死在报室里了 你们两个给我过来 唯后 以后好好给我伺候姝公主 若再有纰漏 我剥了你们的皮 是 好 那我就在这儿住几日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南后 靳尚大夫来了 让他进来 是 靳尚 待见南后 赐座 莲儿 给靳大夫烹茶去 是 大王已多日不到我这里来 靳大夫也没了人影 难不成我这宫里养了痴人的老虎 都让你们躲避三社 南后说笑了 大王忙于国事 靳尚也是四处为南后 寻找这世间稀奇之物 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靳尚怎敢来拜见 这么说 稀奇之物近日是有了 拿上来 这灯的作孤 倒也独具匠心 不过这东西即使咱们宫里不多 也不是没有 靳大夫曾可夸口 说这是世间稀奇呢 南后可曾注意到 此物的材料 不一般之处 乍一看像是羊枝玉石 可再一看 又比羊枝玉石更加金银细腻 这是何等的其实才有这样的品质 南后好眼力 但此物却非其实所作 乃千岁九尾天狐之谷 莫非 这就是传说中有通天之术的九尾天狐 五十岁狐能化妇人 百岁狐能化美女 正是 千岁九尾天狐死后 其谷化为美女形态 晶莹细腻 晒过玉石 夜晚点亮可让宫殿亮如白昼 但这还不是此物的绝妙之处 此物的绝妙之处在于 一旦与烛火接触 它便冉冉一出甜香 冲斥四周经久不散 而这甜香更是世间绝无金药之物 醉暖男女之情 这么好的东西 我怎么从未听过 靳大夫真是无所不知啊 南后若是喜欢 不妨今晚就试试 大王如今 连我的蓝柜台都不来了 我点着灯又有何用 是啊 那就太可惜了 靳大夫 我知道大王最近政务繁忙 可无论再怎么繁忙 也用不着常常出宫啊 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啊 这个 锦上不太通晓 看来这中间的确有鬼 靳大夫 你我相识多年 我也没少给你帮忙 看来今日 你是成亲要向我隐瞒实情了 南后恕罪 靳上 实有难言之苦 说 此事执行者甚少 若大王知道是靳上多嘴 靳上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脑袋 说出来定会有你的好处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南后大王出宫不为别的 只是去了离宫 张华台 张华台 南后可曾听说 楚国要与五国签订盟约 此事人人皆知 大王为五国联盟的合纵长 为国为讨大王欢心 献上角色美人 何等角色 这 这个 靳上不敢说 这么说 就远超于我了 南后是日月光华 怎好像比 少给我油嘴滑舌 快说 魏国美人是魏国王族 出身高贵倒在其次 论容貌 的确是人间极品 犹如先书下凡 男人看了 只有四个字 魂不守舍 那为何后宫 五人只想那魏国美人的一点风声 这是大王怕南后知道了心生不快 所以才传指 赐魏国美人驻张华台 那五国有心攀附大王倒也罢了 竟然送来美女 迷惑大王 一个合纵二字竟然离见了南后与大王的恩爱 微臣看着 的确是为南后鸣不平啊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告辞 夫人 请看那里 那是杜若 你看那花开得多娇艳 过几日就要结果了 魏国没有杜若 我听说他结子入豆蔻 根部是药材 能理气致痛 疏风消肿 夫人好学问 大王特意让人在这张华台周边 种了许多杜若和碧莉 看碧莉街果子枣都有果实了 这果子熟透了摘下来 用里边的果粉制成粮糕 夏日消暑可好了 夫人 仔细着手 当心扎着 夫人请看这边 这边是慧蓝 那是紫藤 湖面上还有鸳鸯 这些都是大王叮嘱 让微臣置办的 这张华台极尽奢华 但是未免太空旷了 弱大个宫殿 里里外外 除了臣妾 就都是些伺候臣妾的下人 连个说话节闷的人都没有 这也是大王的美意 以免外人搅扰了夫人的清幽 昨日我随处走动 看到西南处 似乎还有一个垫鱼 楼阁台线 样样精巧 不知那是何处 夫人说的那是月花台 已经许久无人居住 荒芜得很 我能否过去看看 月花台荒芜萧索 断井颓圆 夫人还是远离那地方为好 家长 在这边 在这边 陪我 在这边 今天 尽管 这边 就是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就像不像 有的 那边 我们在这边 那边 有的 有的 我们在这边 找到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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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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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是不一样的 夫人是贵人命 奴婢是贱命 殊途同归 你和我的命都不在自己手里 又有何区别 你这话让人听了真是伤心 你是谁 我叫芈月 也算是 也算是楚国公主吧 我是卫王献给楚王的礼物 他们都叫我卫美人了 你站在那儿 上天恩赐 你真的好美 你真的好美 连上天都会妒忌你的 你别人家 你别这么说 因为这句话 我从小到大一个朋友都没有 真的吗 说起来我还是有朋友的 所以啊 我会妒忌你的 我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其实 你最好还是不知道我是谁 你若是知道了 说不定 会后悔跟我说话的 我只知道眼前的这个你 你的昔日和他日 都与我没有干系 遇上你 真是我的幸运 你是不知道我的无奈 自己的命生下来 就已经被别人决定了 就像夜晚的月亮 永远是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不可能改变 那要看你怎么想了 月亮不也有上弦和下弦 还有十五的满月吗 我又不是月亮 我只是比喻 别那么灰心 人总是有机缘的 虽没有预知 但总有相遇 就像你我这样 交个朋友吧 送给你 谢谢你 男后 请用膳吧 饭菜都快凉了 这些都是什么 给我拿出去倒了 这是玉柱所做 上好的蒸鸡和鱼 天气炎热 大王正午繁忙 哪吃得下这些油腻之物啊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要力求清淡 男后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 大王今晚还会来吗 大王为何不来啊 奴婢听说大王去了张华台 此刻夜已深了 你再给我说一遍 奴婢说大王 大王去了张华台 你们都知道大王去了哪儿 大王干了什么 是不是 夫人夫人 你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是不是 你们为什么不住此 为什么 请夫人息怒 我 自社的生活 大王 大王 繁星入许 明月入初 前尘往事 从何棋数 心有情思 万切延续 缺身的一缕孤独 春花开谢 秋草有枯 生衰荣辱 如何稀疏 泥水暖 未水寒 患不悔 依然如骨 尝尽悲欢 离合 人间苦 却怎么 迟迟天涯陌路 去心疏 去意读 去情再相浮 愿回你 平情 柔情 傲骨 望尽相思 红颜 凋零处 我只愿 与你朝朝暮暮 爱如心 恨如骨 生死再相浮 愿回你 永生 永世 守护 愿回你 永生 永世 守护 生命 永世 守护 愿回你 永世 成命 感谢观看